哥,我们两个明天要结婚了 你不是说等我结婚的时候要陪嫁我一辆车吗 车呢,拿过来,给我吧 你们昨天才认识,今天就要结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哥,我这不是想着遇到合适的人就嫁了吗 而且昨天我和大宝已经是过婚了 我觉得他是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行,先坐下再说吧 小妹,这结婚可不是小事啊 你跟咱爸妈商量过了吗 只要我同意,他们没意见的 那行吧,只要爸妈他们没意见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样,大宝,这辆保时捷呢,是我新买的 就停在公司楼下,你拿去开吧 谢谢哥,谢谢 对了,大宝,你们家这彩礼准备给多少 彩礼啊,还是要给的 你爸说了,她是嫁女儿,又不是卖女儿 多少啊,意思意思就行 那你这个意思意思是多少啊 我这不刚买的房子嘛,还得装修 有了孩子啊,压力更大 所以啊,我就少给点,就这个数吧 一万啊,少是少了点 不过,像你说的,这嫁女儿也不是卖女儿,心意到了就行 哥,你好像理解错了 不是一万,是一块 一块钱? 哎呀,哥,你那么风险传统干嘛呀 反正我们两个结婚以后,钱也是归我管 你现在为难他,那不就是为难我吗 给一块钱,宣示一下主权得了 不行,爸妈不想做这个恶人 那这个恶人,就由我来做 你们的婚事,最少八万个彩礼 否则,免贪 老爸,我现在是没有钱 等我以后有钱了,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哥,你不了解大宝 他以后肯定会对我好的 他现在正是这个困难的时候 我就不要为难他了 娜娜,你跟我出来一下 娜娜,你说得对,我是不了解他 可是,我了解人性啊 你现在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自我感动 他是不会珍惜的 相反,等以后日子长了 你在想跟他要什么东西 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无理取闹 你要是不信的话 一会儿进去以后,你不要说话 走吧 大宝,你的情况呢 刚才娜娜也跟我说了 这个彩礼可以不要 但是有一点 你以后买的房子,名字必须加上娜娜 这个 你刚才不是说,你什么都可以给娜娜吗 现在不用你往外拿钱 就看你有没有诚意了 这个 这我得给家人商量一下 哥,这都三天了 大宝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们怎么联系的,我也联系不上 本来人家一分钱都不花 就可以娶个媳妇 可是现在 我硬要他分出一杯羹来 人家当然不愿意了 哥,大宝的消息 老婆,那个 我妈不同意 你能不能劝劝你哥哥呀 你家要是非要彩礼的话 那咱们可能就要分手了 你也知道 像我长这么帅 有大把的美女排队 想嫁给我呢 你别着急 我现在马上去找你 那你打算 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 哎呀,哥 你为什么非要在房子上加上我的名字呀 我又不在意这个 娜娜 如果你们的婚姻 是以你懂事为前提的话 那么以后你生气了 他不会哄你 下雨了 他也不会接你 逢年过节 他也不会给你准备礼物 因为这个标准 你一开始就给他定好了 我不管 我就是要去找他 我就是要给他 哎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